苦的事物 觉悟的状态 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从其上落下的地位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善知识 现在讲的是比方五十戒 前面是说的民所烧之类 就是游修五十戒丁 四空丁成就了 生到五十戒天 就是被五十戒活所烧的这类众生 那么第二名被烧之下 五十戒天被烧的情况 经文 诱诛恶鬼 头上火燃 饥客热闹 周章梦走 这一首居宗四句 就是说明被烧之下 四空天 既然没有五漏法食 没有五漏法 就是没有这个断烦恼 超出三戒的这种的法外的饮食 那么因此 鸡客 这叫做恶鬼 诛恶鬼 总指五十戒 五十戒有四空丁 当然生到五十戒的众生 也是不止一类 所以诛 恶鬼 是很苦恼的 有东西也吃不下去 这是比方啊 五十戒丁 功夫虽然很高 但是没有办法超出三戒 没有办法超出三戒 没有五漏法的饮食啊 所以好像恶鬼 所以叫做幼诛恶鬼 以恶鬼 来比方五十戒丁啊 不能了生死 不能处三戒 那么虽然是居在三戒的最高的地方 但是也免不了啊 被无常之火所烧啊 头上火燃 就是被火所烧 这个头上火燃 那就是比方五十戒众生 虽然是时间很久 像飞飞翔天 有八万四千大街 但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快的 那么尤其他在这个吃定 迷吃的禅定境界当中啊 虎里糊涂就好像睡觉一样 在我们以时间看起来 好像八万四千大街很长 可是你要知道 他在那边那就是 好像我们晚上睡觉一样 你们自己想想 晚上几点睡觉 等到你醒来了几点了 你有没有觉得你睡了很长的时间 假如你不看时间 不看终点的话 自己是不会知道你睡了多少时间的 假定说晚上十点睡 醒来已经五点了 那你实际上睡了七个终点 但这个七个终点 你会觉得你睡了七个终点吗 一点也不觉得 不觉得 睡醒了 他只是觉得我睡了一下子而已 我没有多久嘛 我就睡了一下子 那就过去了 七个小时就过去了 糊里糊涂就过去了 五十界天的这个吃定 鱼吃的吃 吃定 只有定功而缺少出时间智慧 所以叫做吃定 他这种的四空的吃定 只是厌离这个圣龙 他总叫做这个身体的障碍 有这个身体的障碍 他生到四界天 就叫做这个身体的障碍 但是希望没有生 所以道教劳职 他也说 无有大万难 唯无有生 有这个身体就是大万难 最苦恼 我们人道众生 就爱惜这个身 可是这个五十界天众生 他希望能够舍离这个色刻 圣龙 他有这个身体 好像抓在笼子里面 很苦恼 所以叫做圣龙啊 笼子 好像鸟笼啊 那么因此他希望 要没有这个身身 就是五月里面呢 他只要有心就可以了 不要色 所以他就下着功夫啊 修这个吃定 升到五十界天 那么五十界的时间 虽然很长 甚至八万四千大街 看起来很长啊 那么他们在那边 享受这个吃定之乐呀 就是好像我们睡觉一样 睡了六七个钟点 八个钟点 时间很长了 可是睡觉的人不觉得长 不觉得长 那么他在那个天上 虽然是那么久 实际上在他们在禅定里面呢 不会觉得久的 所以等于是 已经是火烧到头上来了 他还不知道 所以叫做头上火燃 显示他们被无常之火呀 这个火是比无常 不是像玉间的火在烧啊 他是被无常之火呀 在烧 已经烧到 这个头上来了 鸡客热脑 没有正道法可以吃 所以鸡 鸡就肚子饿了 巴豆腰 他为什么会鸡呢 没有出世间正道 五十界天虽然是五十 没有出世间正道 没有出世间的正道 就是好像肚子饿 所以叫做鸡 没有助到法的 这个 好像骨酱之类的水分 所以好像磕 磕 比方他没有出世间的助到 帮助的助 他没有出世间的助到 纵然生到五十界天 可是他没有出世间的正道 好像肚子饿 没有出世间的助到 帮助的助到 所以好像没有水喝 所以叫做磕 他也有维系的烦恼 五十界也有维系的烦恼 被这个维系的巴苦所肩颇 所以叫做热 热就是苦恼 也有维系的烦恼心所 虽然是辅助不动 等到他的天上的福报满了 就会动起来的 所以叫做恼 恼就是指这个五十界天啊 照样还有力顿诸实的烦恼 因为他只是辅助啊 并没有断 没有断 烦恼就存在 存在 吃早就还有吃苦的 所以叫做热恼 周章梦走 这是说明他还在龙回生死之中 周 指三界 三界里面呢 从上至 从下至上 周边了 由玉界 色界到五色界 最高的地方了 周 那么将来福报满了 再往下走 就往下堕落了 好像这个芋头南福 三道飞飞想天 八万四千大街满了 他还堕落 做飞离 那么做出生道 所以便以三界之中啊 受苦不断 周 章 是防部 从防的意思 他在三界里面呢 龙回流转不停 梦走 梦 这个心里不安乐啊 不安乐 不能出三界就不安乐 为什么这样说呀 修五十界定的外刀啊 他们都是打算要出苦的 都是想出苦 想出三界的 可是他的路子走得不对啊 只修世间的四参八定 不懂得修初世间的灭受想定 没有修灭尽定 所以他没有办法超出三界 那么就在三界里面 梦梦不落的在哪里走动 升天啊 骤人啊 第一恶鬼出生啊 在六道里面了 龙回流转 没有停止 这是很恐慌的 所以就是张 张是恐慌 恐怖了 怕胃了 那么他很想出三界 可是他路子走错了 不能出三界 这个阵法难逾啊 这个外道邪魔啊 到处乱舞 那么迷之中三 不懂得什么叫做阵法呀 就被这个外道牵着鼻子走 跟着他跑 最后不但不能了生 神之严重造罪焰 那么所以这个阵法实在是难逢难逾了 天生罕一 万劫难逢 我们大家碰到佛法 能够有这种的 正知正见的正信之心 这是很难得的 要好好的保息 爱富 自己庆幸自己 很不容易 你看一些外道 他已经深入他的外道之法呀 邪见深入啊 好像病入高盲一样 你要怎么样去劝他 叫他丢掉他的外道 他不肯 他舍不掉 他没有到的棺材 他是不会掉内的 这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棺材 你跟他说 他信的是外道 他不会接受 那么因此之故啊 五十届定的众生 虽然是想要出三届而不能出 所以他张房 孟走就在三届里面呢 没有办法超出 这就说明 这个五十届 三五十届的众生 他都有心想要出三届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出去 不要以为简单 不要以为佛法容易 那么世间上学佛的人也很多 迷迷复复的人也不少 那么明堂上是学佛 实际上是浮乱奔走 我今天早上还接到电话 有人打电话来问我啊 这个修学佛法怎么修法 人教他怎么修 那么一些一大堆的这个错误的见解 那么他会打电话来问 总是算是好事了 可是我电话里面讲的 他能不能接受 我看不到 不得而知 现在有电话呀 实在太方便 太方便 求到可以用电话 这是实在莫名其妙的 所以世间人呢 要贪便宜 以这种便宜来 我本来我就 一向我不喜欢这个有电话 原因就是这样 有了电话呀 这些求到的人方便了 他就用电话来问 可是电话来问呢 我看不到他的脸呢 我讲的话他有没有听懂啊 他能不能接受啊 我辛辛苦苦从楼上 跑到楼下来听 有人他说 那你拢个腹肌吗 或者是拢个什么 现在现代化的 那个无线电子什么东西 我我想不出来了 我要这么便宜 这么方便了 我才不要你 我电话在楼底下 我可以往下跑啊 可以运动运动 多增加这个活动的时间 但是这个打电话的人 如果没有体验到我 那你一天到晚打电话 问道理 那这真的没有道理了 这种的没有道理好讲 还有一个很奇的 有一个佛学院的学生 他是住在北部 在北部的佛学院堵书 他回到南部了 他来到南部 来到内部啊 他在内部打电话了 怪不怪 他在内部打电话问道理 我问他 你是在哪里啊 他说某某佛学院堵书 我说那你现在在哪里啊 他是放假的时候回来 不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他以前的 我说那你现在在哪里啊 他说我在内部啊 那你要问什么啊 他就说说他要问的那个问题来 他说那你来 来我就答复 不来我不答 那么方便 你到了内部了 距离我这个地方啊 顶多半个小时吧 走路也不过一个小时啊 做事十分钟就到了 你舍不得那十分钟的时间来这里问我 而那你是怕送红包啊 我可不必送红包 不要你的供养 我不是说你来问法就要供养 打电话不要供养嘛 打电话不必供养嘛 所以方便 可是我并不是要人供养啊 你照归照去的问法 无论什么人来问我 都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因为你没有红包 我就不答了 没有这个道理 而且我的反正也不会像从前的那些大长老一样 外边有看门的 看门的要要要这个 有好的给他东西 或者给他缝包 他才让你见 不会有这种情况 那么所以啊 他这个真正他对佛法完全不懂 听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那么我们也不好说他那个某某人讲错了 我也不好这样说 所以现在啊 在这个末法时代真是很难讲话 那么正法 正法难遇的情况 已经是到这个地步 现在尚且如此 将来就更问题更大了 将来的问题更大了 慢慢真正懂得正法的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发心啊 多为佛法呀 多下点功夫 到这里为止啊 这个总笔 送总笔里面 就是前面三段文啊 银字下三段文都说完了 后边是第四 银字下第四 总结 重难佛一 前面是送血中是送血外是 比射界五射界 前面第一段的送地上是玉界 比方这个三界论的众生苦恼情光 那么都一一说清楚了 现在总结上文啊 总结这个世间的重难 这个苦难啊 不是一种很多很多天差万别 所以叫做重难佛一 啊 经文就是 其者如是 神可不为 毒害火灾 重难佛一 啊 所以科判叫做 总结重难佛一 总结上面 总笔里面 所比方 遇见世间五射界三界里面的 这个苦难啊 灾犯 是很多很多 千差万别 不是一种而已啊 所以叫做重难佛一 其者如是 则 指这个三界火则 我们在这个三界火则当中受的苦恼 如是 指上文 指上面 遇见世间五射界 这些种种苦恼的情况的文字 神可不为 实在可怕呀 认真想起来 这三界实在是很可宠不 很可怕为的地方呀 为什么呢 毒害 火灾 重难佛一 火 比苦 苦火再烧 众生灾难就多 那么这是一种很苦恼的事情 所以叫做毒害 好像被毒所害了 例如说中毒的情况 那是很可怕的 有生命危险 毒害 否灾 重难佛一 众生在这三界里面所受的苦难 不止一种呢 千差万别 种类之多 不能想象 所以这个三界的苦 上文大致都以比方的方式 也说的很多了 再望下 就是别比了 这个重颂里面有送种笔 送别笔 到此为止 送种笔 说完了 下面 指字下第二 送别笔 就是前面的长文有别笔 现在重颂一样的也有别笔 后边呢 因为差不多都前面已经讲过的话 会比较容易一点呢 不过也得把前面总笔里面的文字 所说的笔方要记得 才能够比较容易了解 不能再像前文呢 这样一样一样再笔下去 如果一一要这样说的话 那花的时间就更多了 这三段文 第一 送长者见活笔 第二 送舍机用车笔 第三 送等式大车笔 本来有无希望笔 但是这里重颂把它阅调了 就是由这三段 事实则足 在门外里 文有人言 路诸子等先因游戏 来入此贼 来入此贼 吃小无知 发育乐浊 长者文仪 精入火贼 这一端呢 就是送长者见活笔 这个笔方 重颂的说明啊 比前面前面的正文呢 要多一点啊 那么用法也稍稍有点不一样 事实 就指这个三界被 苦活正在烧的时候 贼主 指佛 佛为三界的教化众生的主人 所谓 人天教主了 三界大师 我们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在门外里 门 三界之门 三界门之外 那么就是说明啊 佛自己已经超出三界 他的身世已经有了 门外是在什么地方呢 法身的礼地 佛安住在他的法身礼地当中 所谓长济光了 就在长济光镜 净土的法身礼地之中 那么既然在长济光土 他应当可以安心坐下来了 为什么要立啊 立是战 恰的了 为什么立啊 这是表示佛的大慈悲心 佛常怀大悲 念念要救度众生 不注意第一亦空之作 法空作 以法空为作 第一异空的法空之坐 他不坐 为什么不坐 怀大悲心 念念要做度化众生的事业 念念不忘众生苦 想要度苦众生 所以佛在长几光也不坐 纵然在几光净土 他并没有坐下来 没有坐下来的意思就是说 佛度众生并没有休息 没有休息 不是说他成佛了 没事了 没有失去休息 他也不能睡大觉 我们到晚上就要睡觉 释迦牟尽佛 我们的佛像坐在大殿里 还是坐到天亮的 你看我们的佛有睡觉吗 南传佛教有恶佛 恶佛是因为纪念佛入灭 但是我们拜的佛 他坐在大殿里 从来不曾躺下来睡的 自从把他的像 那雕塑好了放在供在大殿上 他就一直坐下去 一直坐下去 坐到他这个身体坏掉为止 天地同宿了 假如你是木刻的比较坏的快 假如你说的 师刻的 那就跟这个天地相同了 不到交到坏街 他也还不会坏掉 求教人工去把他打歪 佛是永久都在哪不动 那么这是表示他常住极光的这个净土 那么现在他表示他常在度化众生 没有休息 所以叫做在明外立 站在这个三家的明子外 在法山里地 看着众生受苦 就赶快要来度他 文有人言 前面的长文叫做贱 长者贱 长者看到火在烧 现在这里说文不是贱 听到有人跟他讲 文有人言 听到有人跟他讲 那么这里讲 听就是跟前面的 所说的这个 见显示佛谷上的见文不二 成佛了 六根夫用 六根夫用 眼根口做耳根用 耳根口做眼根用 不像我们凡夫啊 眼睛只能看了 耳朵只能听 那么如果是叫你用耳朵去看了 那什么有办法的 佛不然了 他的眼能看也能闻 他的耳能闻也能看 所以前面说见 这里说闻 有人言 按照文字看起来 好像有人跟他讲啊 这是因为叫比喻啊 比喻不这样说 意思表达不出来 否则他既然在明外 他怎么知道呢 他在法身礼地 他怎么知道众生在受苦呢 这是说 这个闻有人言的 那个有人啊 是指他的 这个佛地上的 这个 度众生的慈悲的三妹 由他的大慈悲的三妹王啊 实时观察众生根性 三妹跟他讲 不是有别什么别什么人 这个有人呢 就指佛的禁地当中 所亲认的三妹之王 定经 常住定经当中 观照到众生的苦恼 等于人跟他讲 哪些常在定啊 无有不定时 佛无时不在定经当中 无时不在三脉的境界中 这个时候 佛在法身礼地的 长期观图看到 观察到众生正在受苦 所以有人言 好像有人跟他讲 就是他的三脉的 至关 观照 知道众生在受苦 啊 卢诸子的 先阴游戏 来入此贼 诸子 指这个三十子 三圣根性的众生 五白人 五道 五去众生 于是我们这些苦恼众生了 先阴游戏 为什么说他先阴游戏啊 这是指三十子 曾种善根的 从前九远接前 释迦牟尼佛曾替这些众生 种下善根 到了后边画成玉品说了 在大通至圣佛 那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还是菩萨 做菩萨撒命 那么就替这些三圣根性众生 种下善根了 种下善根了 因为还不够深 所以游戏人间呢 又造了罪业 来入此贼 又受三界融会之苦了 那个时候 佛替他种善根 也是在三界中 可是他种了善根 后来没有继续好好修行啊 所以在三界里面又继续轮回出谷了 所以先应游戏来入此贼 在古德的解释当中 这两句话 它有两种的意义 第一 是比方这些三圣根性的众生 出发心的时候 就叫做出 好像等于出 那么发心就等于出三界 可是实际上便没有出 但是他没有得到不退转了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 他的见识或者烦恼又起了 就好像游戏 那么见识烦恼起了 就造业 造业又在三界里面轮转受苦了 所以来入此贼 又在三界里面受苦了 来入此贼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的意思是说 我们众生朋友的理性 本来是亲近的 所谓叫做自信亲近心 自信亲近法身 这个自信本来亲近的 不是三界之法 这就是本来我们的理性 并不能被三界所缠服 所盖服的 理性本来亲近 可是因为有无名的缘故 游戏而来入此贼 轮转在三界 这好像在三界里面游戏了 希望而有生死了 本来没有生死 理性本尽没有生死 与我们众生本有的自信亲近心 生死不可的 无所谓生死 可是因为有无名的缘故 所以在轮回 希望有生死 所以叫做游戏而来入此贼 那么会轮回生死的原因 因此因为有烦恼,烦恼不断,那么轮回就不息, 那么因此要出三界,旧的断烦恼。 痴小无知,是说这些三圣根性啊, 他种的上根不够深,所以叫做痴小, 大善未发,大善不显著。 他的菩提心虽然是曾发过了, 可是不显著,好像幼稚圆一样,所以痴小。 无知,就是被这个贪生致等烦恼所缠扶, 无知指他的烦恼,由贪生致等烦恼所缠扶, 所以在三界里面轮转了。 翻译乐卓,他喜欢在三界里面流浪生死, 爱卓生死,不想出离,所以就三界里受苦没有了其了。 长者文艺进入火则,长者就彼佛了, 火则的长者就是彼佛。 文艺就是从他山脉的定境当中观察的众生受苦, 经入火则,经,本来佛在长几光中, 大风吹不动啊,哪里还有精呢? 他会怕呢?佛不会怕了。 没有恐怖的心理,本来是没有, 因为这是比方啊,说精, 看到小孩子在里面被火烧了,赶快去救他。 那么做父母的都会怕了,会怕。 那么以世间法来比方啊, 长者看到他的这个三十子啊, 在三界里面被火所烧了, 赶快要,要去救他, 怕的赶快要去救他, 说精入火则,说明佛的大悲起因, 大悲起因,来硬化世间。 看到这些苦恼众生在三界里面受苦不断啊, 所以赶快啊,来这世间, 释现降生,出家,修行,成佛, 来做度化众生思业。 比方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降生, 做太子,后来出家成佛,来说法斗中。 所以叫做精入火则。 下面是,上面是第一段说完了啊, 下面第二,送舍机用车笔, 就前面的比方里面呢, 长者想这些幼子在里面享受快乐, 不想要出三界, 那么他想用什么办法把它救出来啊? 他有身手有力, 可以用机,就是小桌子, 茶几。 那么或者是用桌子,或者是用衣间把它拉出来。 可是这个办法不通他, 因为其门很窄小, 要把它一一拉出来不可能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不让众生自己修行是不能得度的。 如果众生不修行, 佛就有力量度他出来的话, 那么世间老早就没有众生了。 那么因此之故啊, 他想要长者的力量来度他, 是不行的, 力量不高的, 所以要用引诱的方法, 要他自愿, 这些儿子们自愿出来, 所以舍掉用机, 小桌子大桌子来, 把它拉出来的方法, 后来用引诱的方法, 我没外有好车子好玩啊, 洋车路车牛车, 很好玩, 你赶快出来吧, 用这个引诱的方法把它引诱出来, 这叫舍机用车壁, 车子本来是机, 要念机, 可是这里啊, 因为前面一个茶几的机, 跟这个车机的机是同音啊, 假如都念舍机用机, 不大好, 这个韵也不大调顺, 所以只好念这个解释的车, 自是机, 解释就是车, 所以把它念作送舍机用车壁, 洋车路车牛车三车的比方啊, 引诱他出来, 那么文字有两段, 先舍机后用车, 发遗救机, 令无烧害, 那么这个时候, 赶快啊, 要用全桥方便的方法, 施遗的方法, 来救济他, 引诱他出来, 不要死令被火烧害, 令无烧害, 不要死这些三十子等已经发过捕迪经啊, 再让他在三戒里面被苦火所烧啊, 要杜他赶快出来, 告欲诸子, 说重犯了, 那么因此就对这些三十子们用比方, 用劝狱的方法, 对他们说, 你们赶快出来啊, 活在烧啊, 这个灾犯, 苦难, 很多的, 你赶快出来, 说食法要他出来, 啊, 呃, 里面, 饿鬼, 毒虫, 灾火, 慢燃, 慢燃, 呃, 那么这个饿鬼, 毒虫啊, 常文里面没有的, 都是在前面句诵里面的比方, 呃, 饿鬼, 比利死, 呃, 毒虫, 比顿死, 你们有这个利顿主死的烦恼啊, 所以就会造业, 造业就被苦火所烧, 灾难很多, 蔓延到全三界内, 啊, 蔓, 是一种植物名, 草啊, 草一种蔓草, 鼎啊, 长长的蔓草, 这种蔓草的鼎呢, 啊, 它很奇怪啊, 它蔓延, 很快地蔓到各地去, 啊, 那么, 这有一条蔓草长起来啊, 东边一个, 西边一个, 南边一个, 很快就把整个地方啊, 都拔满了, 蔓延满了, 啊, 延伸到整个地方, 也就是蔓延, 众生有了立顿朱时的烦恼, 有五顿时的贪嗔痴慢疑, 五吏时的身边见戒邪等, 那就会造业, 那么这个业力就蔓延到整个三界六道, 那么受苦就没有了期了, 啊, 中乎次第啊, 相续不解, 啊, 次第, 就是在三界里面轮转啊, 造善业生田, 造恶业堕落, 啊, 在按照你所造的业力的次第啊, 在哪里受苦受落轮转不息, 相续不解, 我们自己可以回想自己啊, 过去多生多结以来在这轮回流转, 曾停止过吗? 有没有停止过? 不曾停止过就是相续不解, 没有间断啊, 现在做人, 过去生做什么? 自己也不知道, 那么无量进来生死本啊, 我们就是无量进来轮回流转, 没有停止, 就是相续不解, 那么因为有这些烦恼的缘故啊, 所以相续不解, 啊, 有毒蛇, 玩伏, 这些毒虫啊, 前面都说过的, 啊, 在总比里面前面比玉介石都说过的, 就是比顿石, 脊柱叶叉, 纠盘叉鬼, 这是比利时, 叶叉, 结极鬼, 比这个血肩, 啊, 纠盘叉鬼, 总比一切, 啊, 原来是纠盘叉, 心意, 有些意中, 茶, 是那个神茶的茶, 啊, 茶看的茶, 那么那就不会念成土子了, 啊, 这里把这个茶跟土啊搞不清楚,啊, 所以往往纠盘土, 纠盘叉, 分不清, 应当是纠盘茶,啊, 啊, 啊, 就是, 啊, 行鬼,啊, 啊, 比利时, 野肝, 浮苟, 雕咎, 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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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名字啊, 啊, 动物类, 所比方的, 在前面都说过的, 那么如果忘掉啊, 再找前文看看, 啊, 比对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不必再翻, 白祖之鼠, 白祖, 就是武功白祖啊, 啊, 那么, 也是一种毒虫之类, 俗, 就是类,啊, 即可脑机, 神和不微, 即可, 就是有了这些烦恼啊, 他必定要造业, 有了这些毒虫啊, 他必定要早吃的, 早喝的,啊, 众生有了贪嗔痴的烦恼, 有武力死的烦恼, 他必定就会造业,啊, 没有说是有烦恼, 而不会造业的, 没有那么便宜的, 既然有烦恼就会造业, 所以, 即可脑机呢, 他就会造业, 就神可不微, 夜造了就要堕落, 啊, 那么就要受苦, 那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所以叫做神可不微, 此苦难处, 恍复大佛, 这些重的苦难之处, 啊, 就是由这个烦恼而造业受苦, 这么多的苦难之处, 何况有很多的大苦之火呀, 四边在烧, 没有停止, 啊, 这个不必一一比对啦, 如果一一要比对前文呢, 呃, 实在是太烦, 顺着文字简单消闻就好, 因为这个意义啊, 在前文都已经说过的, 就是这个别笔里面所说的道理, 说明这个事件的苦恼太多了, 啊, 诸子无资, 虽闻复悔, 有故要酌, 喜喜不宜, 上面那些比方啊, 都是说长者对诸子们, 说直接的话, 啊, 这个事件太苦了, 你赶快出来,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诸子无资, 他不能了解, 啊, 就是他大善的根基还没有发, 你跟他说大罚, 他不能接受, 是这个比方, 虽闻复悔, 纵然听到长者的叫, 叫悔啊, 他没有, 没有办法了解, 还是照旧的爱酌三界的, 啊, 这个一时的快乐, 有故乐酌, 要酌也可以, 啊, 还是照旧的爱酌这个世间的烦乐, 啊, 那么不肯舍离, 所以在三界里面呢, 啊, 喜喜不宜, 在那里欢喜游戏, 没有停止, 那么这就是舍基比, 直接跟他说苦恼, 他不能接受, 就是比方佛出现世间成佛之后啊, 一开始说大法, 小根的人不能接受, 啊, 好像佛说华眼啊, 啊, 那么小圣根基啊, 如龙若牙的那种情况, 啊, 那么下面就说方便法了, 啊, 化化眼以后要说欧罕了, 用方便法了, 这引他了, 用车比, 银字下第二, 用车比, 用车比, 送用车的这个比方啊, 啊, 那么送用车有三段, 第一, 送泥仪山车, 第二, 送碳山车西游, 第三, 送狮子所冤, 这里略调, 没有重送, 狮子先兴, 先送泥仪山车, 先, 长者有个打算, 啊, 这些小儿子们还小, 他不懂, 你跟他说苦没有办法, 那么只好引诱了, 打算用一种方法, 引诱他们出来, 啊, 所以打算用三车, 来引诱他, 事实长者而作试炼, 诸子如此, 一我, 一我, 丑脑, 这个时候长者心里这样想, 啊, 那么这些三圣子能, 啊, 既然没有办法接受大法, 啊, 那么好像很难度他了, 一我, 丑脑, 我是长者自称的, 这里面就含有, 啊, 想要入念盘了, 前面有方便评, 最后, 句诵里面不是说吗, 那么既然大法不能说, 他不能接受, 那不如入念盘吧, 可是不能这样做, 始奉佛, 就说, 都要说, 先说三圣, 啊, 今次设则, 无一口乐, 而住自的, 丹免喜喜, 这是说, 这些三界内的众生啊, 明明这里没有可快乐的事情, 可是他就丹着, 现在这个三界的伙贼之社, 大家都在这受苦, 啊, 没有一点可以快乐的事情, 可是这些诸子们啊, 儿诸子等丹免喜喜, 丹, 这个丹字有三种写法, 现在书门里面的丹呢, 是油字旁, 啊, 十二十层的油, 油字旁的丹, 还有一种写法, 身字旁的丹, 身体的身, 身字旁的他丹, 例如说丹锅, 丹物, 就用那个身字旁的丹, 还有一种写法, 儿字旁的丹, 耳朵, 儿字旁的丹, 啊, 例如老子的名字叫做老丹, 啊, 儿字旁的丹, 那么同样叫做丹字啊, 有这三种写法, 啊, 那么身字旁的丹呢, 可以用在丹物, 丹卓, 啊, 丹爱, 都可以通用, 儿字旁的丹, 有的时候也可以跟这个身字旁的丹通用, 啊, 但是有的时候人名的丹呢, 不能用儿字旁, 不能用身字旁, 啊, 现在这里油字旁的丹呢, 那个油是代表酒, 啊, 我们中文这个方块字啊, 我要懂得它的这个, 啊, 不同的写法, 用途就不一样, 啊, 现在用的油字旁的丹呢, 那个油字旁就代表酒啊, 你会吃酒吗? 哦, 代表酒, 酒醉了, 就丹了, 啊, 这个丹卓以酒, 丹免酒色, 就是用这个丹字, 不能用身字旁, 不能用耳字旁, 啊, 但是有些经文也会印作身字旁, 耳字旁的丹, 那是因为古代书法呀, 这个字有的时候通用, 啊, 现在我们这个书文上的答案是油字旁, 啊, 这是正确的, 显示三戒内的重伤, 好像喝酒醉, 啊, 醉无名酒啊, 醉见诗酒啊, 醉烦恼酒, 啊, 我们天天喝着烦恼酒, 啊, 被这个烦恼酒醉丹卓了, 不肯舍离, 下面那个免字, 三点谁做过免字的免呢, 免, 就是爱酌的意思, 啊, 古书经常会写说, 丹免酒色, 一个人在酒色里面不肯舍离啊, 就叫做丹免酒色, 丹, 啊, 说明他沉醉在酒中, 啊, 这就是丹免酒色, 现在他所丹免的是指三戒内的快乐, 不肯舍离, 他以为三戒很快乐, 好像喝醉了酒, 贪着三戒的快乐, 情况一样, 就丹免, 喜喜, 他在这里游戏啊, 蛮高兴的, 他不肯舍离, 喜喜的意思前面曾讲过了, 啊, 啊, 因此, 不是我叫, 家为火害, 可怕啊, 啊, 不接受长者, 长者之教训, 要他出来, 他不出来, 将来会被火烧, 啊, 那就苦难了, 啊, 那么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用小法来引诱他, 直说大法, 他不能接受, 接下去就说, 即便思维啊, 设足方便, 这两句证说出, 要用, 这个三车的用意了, 那么长者, 这个时间突然之间, 赶快就表现出, 他想要, 用三车引诱他的方法了, 那么, 只有一个办法, 啊, 用三车来引诱他, 叫他出来, 他才会接受了, 啊, 所以接着就说, 送探三车稀有, 就跟这个儿子们说, 我外边有三车, 很稀奇少有, 你赶快出来吧, 引诱的方法, 啊, 就说欧函, 告出子弹, 我有种种真碗之躯, 苗宝好车, 就跟, 啊, 三十字弹说了, 啊, 我在门外啊, 有很珍贵, 好碗的器具, 很微妙, 很宝贵的, 很好的车子, 什么车子呢? 洋车, 路车, 大牛之车, 这是三车啦, 今在门外, 现在这个车子都在这个大门之外呀, 炉灯出来, 你们大家呀, 赶快出来吧, 吴卫炉灯造作此车, 我为你们这些人啊, 我在门外也就造作, 建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车子啊, 随意所乐, 可以游戏, 那么你如果有希望, 想要玩的话, 里面没有什么好玩啊, 外边的山车最好玩的,啊, 那么, 随你的心意, 看你要洋车, 还是要路车, 还是要牛车, 随意可以游戏, 我从前说过, 真正有洋车, 是谁, 是随洋广, 没有错啊, 随洋帝, 洋广啊, 他真的玩过洋车, 不过他那个洋车, 还有人帮助他拉就是的, 哦, 那是一种玩的, 是玩具, 像在这里有洋车, 路车牛车, 大牛车车, 精彩门外, 炉灯出来, 赶快出来, 吴卫炉灯造作此车, 辛辛苦苦为你们大家, 试这个比喻, 用这个车子引诱你们, 叫你们赶快出来, 随意所乐, 看你喜欢什么车, 可以游戏, 你所喜欢的都可以满你的心意啊, 可以游戏, 你赶快出来吧, 你们大家喜欢哪一种车子啊, 你要玩洋车, 还是要路车, 还是要牛车, 那么这里三车都有了, 最后啊, 长者会接我们大白牛车, 我们等着大白牛车吧,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头。 我来说, 不要啊, 这个写真是全是全能的说法, 大白牛车, 不要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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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拳舍命救人 在九江贺家山林园内有一处奇特的纪念碑 很多人看到这张照片都会心生疑惑 为什么在埋葬人的陵园内竟然立着一只狗的石像呢 狗为什么会葬在这里 当人们看到背上的文字后 便会对埋葬在这里领奖赛虎的狗肃然起敬 2003年11月28日下午 九江市林业驾驶学校的刘师傅在菜市场买了一条已经死掉的狗代福学校 刘师傅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瞧我带回什么来了 狗 刘师傅 你从哪里弄来的 在菜市场买的 今晚咱就炖一锅狗肉 够胖的 刘师傅 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煮一锅香喷喷的狗肉 傍晚 林业驾驶学校的员工陆陆续续来到了餐厅 哇 好香啊 可真香 刘师傅人可真好 没有忘记给我们补一下 哈哈哈哈 刘师傅 您来了 快 先找地方坐下 狗肉一会儿就好了 刘师傅 你过来这边坐 狗肉快煮好了 就在大家等待狗肉出锅的时候 那肆意的肉香 把一群刚出生的小狗 引到了餐厅 炖狗肉的厨师 看到这群可爱的小狗 怎么 你们这几个小家伙也想吃啊 便夹出一块肉丢给他们 就在小狗们 要跑过去吃肉的时候 他们的妈妈赛虎 却突然做出了令人不解的局 狗妈妈狂叫一声 小狗们离开了 赛虎对着地上的狗肉又连叫了几声 但几十个员工丝毫无理会 继续准备吃狗肉 怎么 还想要 说着又丢了一块手在地上 散虎间餐厅里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都聚在锅边等着吃肉 开始对着锅拼命狂吠 声音一阵比一阵大 一次比一次凄厉 但是大家还是都不理会它 吃下那块肉的赛虎 不到十分钟便蹊跷流血 含泪毙密 见证情景 几十名等待吃狗肉的员工都惊呆了 锅内狗肉竟然有毒 不好 难道这狗肉有毒 事后 经卫生防疫部门化验 餐厅所顿的狗肉竟含有毒鼠药 含量足以杀死一头状牛 因为赛虎三十多人的生命才得以获救 赛虎死后 其主人傅文启夫妇非常悲痛 他们含泪把赛虎葬于自家的花园里 酒家市贺家山林园总经理张银炕 听说赛虎舍己救人的状怒后非常感动 他找到傅文启夫妇 表示要把赛虎移葬到贺家山林园去 你这么抬举我们家赛虎 我们很感激你 但林园是葬人的地方 怎么能葬狗呢 天地万物 终归一死 能留下的只有精神 难道赛虎舍己救人的精神 不足以令我们所有人倾佩吗 随后 张宁炕赤姿一万余远 专门请人为赛虎雪木质 做棺材 刻碑纹 2003年12月10日 张宁炕请了四个工人 开着两辆汽车 去为赛虎移葬 那天有一百多人冒雨 为赛虎送行 一些被救的人甚至泪灵满灭 生前的赛虎或许对所有人来说 只是一只普通的狗 但是现在的它将会被别人永远永远地记在心里 那些残害狗狗 那些残害狗狗和弃养狗狗的四种 请您们想想 天生万物都有其灵性 并且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救人们的生命 想到这里 是否我们必须生死 爱护生命 保护生命 甚至 强力救护生命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莫容易保护生命 薇菩萨 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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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